这个夏天好多老朋友们回到了洛杉矶 所以最近我一直在跟不同的朋友们吃饭 这顿饭是一个老客户亲自做的 真的是大厨级别的 他从国内带了烧烤炉 带了东北的那种泥卤 还有这种专门腌这种肉串的腌料 现在这个炉子就吃上了 在院子里就准备开烤了 这个大哥手艺特别的不错 而且有一样我是特别佩服的 虽然说做的每样东西都很好吃 但是那个烧烤非常的厉害 咱们先看这个是卤的各种肉 看这个颜色 这种就是北方的那种口味 真正重磅的就是这个烧烤 它烤的是牛肉 我第一次吃到这个牛肉能烤得这么嫩的 而且味道还特别的浓郁 就是说非常的入味 这种手艺其实在洛杉矶开个店完全没问题 你看烤的这个肉多漂亮 我在家里炖牛肉啊 有时候都得用高压锅 否则的话这个肉就特别的老 一般烧烤店呢就是切得很薄 但是你看它是个大块的 特别的嫩 这个小泥炉呢就是东北的那种 然后上面放一个网 就可以把各种东西放上去烤 这两年呢其实挺不容易 现在呢又在洛杉矶见到了这些老朋友老客户 而且呢又能坐在这里一起吃饭 希望呢大家未来一切都好